疫情时,10元3碗 那里还有豆腐花 早知道是豆腐花 荔汤送了20元一碗 霸黄花煲龙骨 不喜欢抹骨的人,喜欢吃手撕鸡 因为饭有热力 慢慢煮手撕鸡肉 就会变得更香 很漂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所在为长寿路地铁站 今晚我会和她老婆来拍摄一集剪片 我现在老婆坐地铁过来 话说今天广州天气很可怕 现在是星期五,我今早直播 老实说今天很早结束 因为我看见天气很不错 马上打车走 你知道我平时很少打车 刺线的 这个决定非常明智 差不多回到公司楼下的时候 下冰箔 很久没试过 这边还有关于温泡 市区 很久没试过 199天旅行 我没见过那个温泡 那些车放在户外的时候都麻烦点 到这个中数当然是没有冰雹的 因为冰雹下了短短三多分钟 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恒保华庭 趁他老婆未来到 我们去恒保华庭逛商场先 现在这个中数4点半钟都未够 原先我是想过上下九那边逛下的 但是考虑到下雨 上下九更加人少一滴走商场 附近有什么大商场呢 当然是恒保华庭 至于西城都会其实走远 我自己是喜欢走西城都会多些 老实说恒保华庭是烈闹过以前很多的 但是都是未够西城都会 通常我们广州人会把这里称之为恒保华庭 实际这里有一个楼盘叫做恒保广场 我想到没有人不知道 它是在长寿路地铁站上 来到这里最近的旅游景点 你就是过去上下九 还有永庆坊 有珠宝店 又有眼镜店 又有新加坡面包店 下面还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乐定大快活的 港式茶餐厅 然后外面还有日本牌子的卖衣 在这里 真的烈闹过以前很多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食物 比如说 富三楼就有 有黄恩记 我很喜欢这个 黄恩记 还有 海底拌 海底拌去了少点 超市 它们还有永旺的超市 是的 还有大快活 刚才证实到大快活 海马牌 还有一些 喜茶 肯德基 星巴克 各种都有的 还有麦当努 因为这里得天独口的地理位置 它是很近地铁站的 而且我不知道我没有搞错 因为它的物业管理 或者叫做发展商 已经变成香港的发展商 好像是恒基的 以前都是卖衣服多的 大多数好像这些 那些卖平价十几元 二、三十元的衣服 还有很多私人店 但时至今日 多了很多零食店 我女儿来说不肯走 又或者一些比较老牌 比如前面的万岁寿司 我很记得我女儿出生了一阵 出生了 那年应该是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同学弟们全部都未结婚 他们都快乐了 他们去万岁寿司 我又要照顾女儿 ,又令他真的心斬阳 终于女儿大一点 有天妈妈照顾我和老太 马上来买五岁寿司 赐了一餐 就是这间 当然有很多卖衣服的商店 如果说这种卖衣服 我真的不喜欢 私人賣外貿衣服,即是白馬拿貨 廣州,一個當然是動漫星城公園前地的站 另外一個,這裡也不少 河南也有幾個商場 這裡還有一間新開的食日本料理餐廳 前行前的,這個位置就是萬歲壽司 如果在廣州吃日料,要比較好的連鎖式 它是其中一個選擇,我也很喜歡 我老婆很喜歡吃鰻魚 這個適合它,鰻尿里,現湯現燒 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這裡除了食物之外,還有一些賣手去電話店 不過是在樓上的 然後往前方向走,還有很多法餐店 出品都是不錯的 例如說吃一些三文字各種的 還有啤酒鴿都有 我記得以前樓上這裡是有一個飲茶的地方 不過後來可能租約滿了 所以就沒有了很多 不過話說,其實也有很多急號 好過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我和老婆來過 當時是坐地鐵經過的 全部都是急號 這裡也還有的 不知道,敷衍那種 讓大家看看 還有這個 以前一到星期六日 我就會跟女兒,買點回去 給女兒和老婆吃,吃宵夜 一個韓國炸雞店,挺好的 再來,旁邊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咖啡店 都坐得挺滿的 人們可能去喝得綠色那間多 試試紅色都不妨 再來,這間又是新開的 叫啟萬食堂 我估計是賣魚吧 還有壽司拼三文魚刺身 還有飲品 我餐位不太多的就是這樣 剛才我說,他們是香港的運營商 做一個商場出的,歸整鐘 而且看上去的價錢又不算很貴 你看,很多人接了小朋友去放學 就說,這裡是大品 沒有甚麼比搵食更重要 這裡沒有甚麼比搵食更重要 再來繼續往前行 就是碼丹樓 我真的一次都未來過 我知道這裡是碼丹樓的 但真的未來過 以前來這裡都是跟女兒 來這裡快餐店 樓下那個應該都是大加六 那時候是罪而罵的 那女兒大約三到四歲 懂得自己吃雞腿那種 但又會吃到全身都是 然後罵她,然後她就哭了 我現在都還沒記憶 如果適合路的話 來到這裡就是通往地鐵站的地方 來到這裡當然更加冷清 就是這樣 可能是拍照片 這些應該是被人拍照的地方 這邊是急號 如果說到最熱鬧 肯定就是樓上負一樓 但我知道如果到星期六日 中庭這裡租出去 是會有些唱歌 賣食物各種 其實都熱鬧 不過今天不是星期六日 所以沒甚麼日子 來到這個位置就看到剛才我所說的 賣減價運動服裝牌子的外套 我暫時這麼說 那些款式是舊一點的 但正牌的 例如前面的Tick 其實都不會太貴 但如果你說鞋的那些 就可能會鐵馬 甚至乎這個穿得很舒服的鞋 也是有的 這間是做了很久的 前面的薄鮮蓮兒也是 它在廣州還有分辨 我通常都是這些特賣場的 好 我也是時候過去找回老婆了 她也差不多到了 地鐵站合就在這裡 我們終於接到老婆 現在我們就去市場買點菜 買完菜今晚就去吃晚飯 我已經計劃好了 去華桂路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是 差不多五點鐘了 我們去恆寶裏面 是否叫恆寶 寶華路裏面的市場賣菜 應該有很多人 這個時候又下雨 又不下雨之間 要擔遮雨 不用擔遮之間 它又不是很大雨 不過下雨 那些擺街走鬼當就沒有了 以前在這裡也有三五七檔 剩下一些賣花的阿姨 還有前面有一座貓咪 有隻貓在看店鋪 可能下雨的貓都躲在一旁 我打算今天去買點水果 因為下雨 明天我們未必會去市場買菜 所以今天可能不看情況 不知會買多些 去到星期日再算 因為這幾天天氣不時太穩地 這裡又見到折瓜 這裡是賣3元的 還有蕃茄4元 後面是斬料 再來 這裡就有麵包賣 可能我們也會買一些 看實際情況 因為明天我們會吃早餐 這就是他們的室內部份 我們通常會在這裡穿出去 很少在室內這裡賣 不過通常也是那句 因為下雨很難說的 來到這裡 始終室內不算太多人 這個時間已經5點了 下雨看來影響挺大 再來 通常我們會在前邊這個區域買 就是這裡 如果不是下雨的話 面前這個位置 就會有很多走鬼檔 有時城管哥哥會出來搬 但大多數都是適可而止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時至今天 都還有些 前面就在這裡叫賣 又省了一百幾十 又在賣粟米和蔥 我發現幾檔賣蔥 應該不關事 再來這邊就是賣蝦 18元一斤蝦 那些慢油蝦 這邊也不慢 老婆說不慢油 她就聰明了 剛才那部份 菜價來到戶外 菜價在甜 絲瓜三個本 看來真的沒甚麼檔口值得我們出手 賣水果 在這裡過去 這裡過去有一檔賣水果 之前也在這裡買過 不知道今天是怎樣的 這裡是賣豬肉 13元 這個市場真的不太貴 如果你說回到西關附近來說 這個市場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最好當然是回到龍津路 又或者中市 西朗這三個 就是前面 前面那裡好像 好像沒有蔬菜 沒有水果賣 就是這裡了 這裡變了賣菜 之前賣荔枝 現在當然沒有荔枝賣 人就越來越多 但值得出手的東西 並不太多 有些又不變有特價 包括我們剛才經過看到那些雞 之前我們都買過的 都看不到 再來 這個又變成這樣 之前是一個超市 後來就變成一個賣10元店 那些清貨價 現在又變成一個生活超市 即是賣菜 有時也會有特價 你吃糖水就好 吃碗糖水 好好好 就坐這個位置 雞就未買到 但糖水就有兩碗 這是熱的綠豆沙 這是冷的西米爐 冷的屬於我的 試試這個 好像一碗白粥的西米爐 椰汁西米爐 買上就一般 吃起來很好吃 因為椰汁非常之濃 然後西米又沒有搭着結塊 即是舊新鮮 做了兩個星期 對嗎 至於老婆這個 上次吃過 疫情時是10元3碗 你看那裏還有豆腐花 你看到嗎 好像吃豆腐花 早知道是豆腐花 不過我想吃冷 豆腐花只有熱 這個也是熱的 我吃了這個 冷的西米爐 你吃不吃嗎 不吃 不吃 他等下給一點點 鹿 鹿 鹿 這個鹿 我吃過西米爐 我吃過西米爐 吃過西米爐 我吃過西米爐 我吃過西米爐 老婆分配點給我 我試試味道 有臭草 清热好 吃完凉又吃热可以吗? 5个素 放凉一下 这个是比较稠的 绿豆全部都有 老婆吃到 我还用椰汁的味道 她说有臭草 臭草层 我都闻到 我坐在这里闻你吃的 有臭草 有臭草 吃得到 很明显 但它只有 热没有冷的 热酸好吃 绿豆沙和绿豆沙 其实也是热酸好吃 西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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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吃西米露 西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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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olmuş 白酸 就会有特价糖水 就是这里 因为下雨 未够时不够 10元三碗 而且很好吃 但只够10元三碗 我没有记错 就是这个价钱 很划算 疫情时又这样价 现在又这样价 我们买了金 花了6个半 买了这一袋 这一袋 芒果才是最爱 但吃得太多了 还有我们来逛这些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西关 其实我觉得算的 市场上 头顶就要顾住 一滴水 头顶就会沉 为什么不可以担遮 但你看这条路这么窄 到时你走的时候 你会阻挤到人 而且我们的山德又不是高 然后走这些 青石砖的西关路落雨的时候 最重要是有这个 这只长毛猫 你看这只猫 黄色的 你看它正在找食物 就像我那样 穿着风衣 就是最佳的选择了 你现在吃饭吧 吃饭吧 我们经过鸿记 打算买点面 你想吃那些竹色面 还是拉面 拉面 拉面是这些 今天就不买包了 我们卖饺子 鸿吞 还有面 拉面有点粗吗 有点粗 粗的拉面 有有有有 两斤面 9.7元 它为了5元斤 所以这里 我们又经过这个牛三星粉档 因为我们要吃晚饭 上次我们经过这里 还在整路 现在这条路已经整好了 再来我们就是前面这两间 我说这个字是 天明和最延居 天明我们已经去过了 喜欢 归喜欢 今天我们是试试最延居 但是有个问题 就不知道有没有座位 都有都有 后边 就是这种老字号 我们上到来拿到位了 幸好够早 又来到眼花聊烈 独餐牌时间 吃什么 这个是必食的 45元半斤 首斯盐焗白痴 要哪一款 首斯 首斯 还有纸包鸡 一看的价值 就知道有些不懂吃 你都知道哪个漂亮的了 还有暂光大扇鸡 我们两个人 就吃不到扇鸡 而且其实我不太喜欢扇鸡 老实说 太肥了 再来 就是另外一个高潮 就是他们的小炒菜 大家看到那些菜名 都已经知道 可以的 看看有哪些 南斗西芹炒木耳 罗汉寺这道菜 很少见得到 是 32元而已 腰果神丁 也是一个很少见的 小时就听得多 吃就没有怎样吃过 再来 还有哪些怀旧菜 还好 蝉蝉蝉蝉蚝 可能搭manas炒牛肉 可能牙炒牛肉居多的 姜帶 Sheriff Veek 酸辣 有些尖峰红山鱼,有40元 小炒王,这些也不说了 再来这些是一些铁板猪杂 铁板猪杂45元,铁板猪杂也不是常见到 因为猪杂很难控制火候 用铁板,它是要很大胆才行 是真的,这个我都知道 它一扔它都要上来 香波西汁牛肉,虾酱椒鱼 这个很厉害 口水流出来了 滑蛋牛肉就不再多说了 回来这边看看 这边就是老火荔汤,20元 这些是一粽粽的 这些是一粽粽的 天气太热了 20元,20元 炒面 炒面 要饭 咕噜肉,30元 差点忘记了说 还有这个 特瘡脆皮,西汁松花 咕噜肉,是肥肉 就是肥肉 所以没有效 否则这个 我们在广州某家老字号饭店吃过一次 肥肉不够胆 咕噜肉是叫冰肉 要放一晚才行 没有那么肥 但真的不好了 铁板水库鱼腸焗蛋 这个又是我们另外想叫的一道不健康的菜 因为是小店 所以自己下单 看这里45元,45元,20元 只是$81元 只是菜 茶位 看法都不会贵得到哪里 下单 荔汤 20元一盒 霸黄花煲龙骨 两个人刚好 碗太小了 这碗饵 这就是广州的老火汤 可以 你看 刚刚上来 先做碗汤 喝一碗 20元便宜了 八黄花 例如在那些一粒 都是一粒 一粒 西关城 这些 环境肯定是一般的 肉很软 这些就是在家煮汤的味道 一模一样 骨头的肉 一夹就散了 而且我很喜欢 这些八黄花 有时在家自己煮的腩 没有 整碎 整碎了 有时我试过吃的八黄花 整抽 等到口 没错 就是这样 沿着喉嚨 倒进去 没有咬过 八黄花是很滑的 先试试汤 未吃八黄花 这些汤真的挺好的 看看有什么材料 我知道有红萝卜 还有这些八黄花 红萝卜 如果是刚刚才放进去 红萝卜 不会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这些 雅餐仔 喝完饱了 送个白饭便足够了 还有骨头 20元白饭 一人平均消费 20元 就完成了 两道菜 都送上来 我再喝一口汤 嗯 先吃一口 嗯 嗯 就是这个首本名菜 首斯鸡 最初 我们点了白切鸡 后来经过深思熟类 和偷看其他隔壁的熟客 这些隔壁的熟客 他们怎样吃 我们经过决定 都是要回首斯鸡 你看这个 这些不喜欢抹骨的人 就喜欢吃首斯鸡 对吧 你看 这些叫什么 炎油 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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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也很好吃 对 皮也很好吃 我这些人不喜欢吃鸡皮 都要试一试 我真的要试一试 不 我现在好一点 以前我真的完全不吃 初中的时候 现在喜欢吃点 因为白饭是有热力的 慢慢热了这些 首斯鸡 这些鸡肉之后 它就会变得更香 那些麻油味 就呈现在你眼前 鼻也鼻不好 那些味道 不断走入你鼻里面 然后一吃 因为这些麻油味 都出现了 再来这个 这个应该是有少少五香粉 好像是 沙姜 沙姜 没错 这个有少少沙姜 不是太多 少少 是吗 它的鸡肉 不像不同的白纸鸡 它的鸡肉 是很滑的 因为有麻油味 白纸鸡 原则上是没有味 看你用什么白脑水 就是吃姜葱 这些是真的吃鸡 又有鸡皮 很滑 很爽 很爽 我老婆在这里说 我也觉得 这些是好吃的 就算是白肉也不会烂 凶肉 我应该是从初中的时候 开始吃鸡 一开始喜欢吃鸡 就是喜欢吃手撕鸡 为什么 喜欢吃手撕鸡 就开始喜欢吃鸡胸肉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鸡皮 鸡皮 那时候我不吃鸡皮 现在吃鸡皮 才能吃到它的爽滑 觉得很奇怪 再来 有些部分 带骨也很好吃 这个带不带骨 这个不带 这个我又很喜欢吃 这个带骨的 这个带骨的 你就可以拿着咬 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骨 但是手撕鸡 有骨的手撕鸡 这上面的鸡肉很好吃 下面的鸡肉 看来很棒 这边已经瓶着鸡肉 看到吗 这鸡肉够肥 但是刚才大家看到 其实脂肪不太弥补 接下来 到牛肉 最初我们没有叫牛带 或者牛尖 因为怕辣 但是老婆试过 原来也是辣的 因为有这个 野生椒 放在一边 不是很辣 不是很辣 只是少少 再来 大家看到 哇 这么粗了 整条筷子 当然是花生鸟 是吧 这道菜是45元 合适价值 还比牛带 比牛带 试试 对啊 它不像炒牛河的芽菜 炒过了火 那种感觉 就算我不可以说 人家炒过了火 很明显 你肯定要重手 过那些幼的芽菜 即便如此 它也是很脆 很爽口 还有呢 这个 上面的花生 就真的好像花生 这种味道 接下来试一下牛肉 很嫩 它又不是醃过那种嫩 它又不是醃得很厉害 那种嫩的 肉的萌味 都看得翻 因为以前小时候 阿婆 开始炒牛肉 我喜欢吃牛肉 就是这种部位 如果醃得很厉害 它们的根 会全部断 它就只剩下这一层 这些全部看不到 但是很明显 它就没那么脆 但肉味就不算好 因为始终有野生椒 那种 概括了牛肉的肉味 但是 也是好吃 一碗白饭 两个小菜 一碗泥汤 就是我们广州人 简简单单的生活 其实我们广州人 就是追求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 并不需要什么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 那些是跟朋友去 或者去社交的 是的 但是如果跟家人吃 大多数都是吃这些家常菜 老实说 如果你有个朋友 在好远回来 或者你要跟他经历几千万生意 你给他这样的食物 就不必了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常菜 就不是请客菜 如果是请客菜 通常食物很好吃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排场 这些不需要排场 最重要是好吃 我们吃饱饱了 真的便宜了 有少量打包 最终买单是给了120元 三道菜是81元 即白饭和茶位 便收了10元 即白饭便是3元 茶位2元 真是便宜了 很划算 而且我们算早去到 有一两堂客 但是坐了无奈 便已经坐满了 下楼时 50元左右 下楼时 那些客人想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环境是很逼劫的 走一个便来一个 走一个便来一个 再来 老婆最满意 就是那个汤 那个汤是非常满意的 至于我 最满意的是 首尸鸡 又看别人的猫 那么暗 看不到 那只猫在上边 看着我们 下面是牛三色 下次再来吃 经过不远 我们又来到保园路 发现 晚上原来是这样的 吃饭时间 那些餐厅又开齐灯 这个是salon 无关事 前面这些也是 又开齐灯 热闹 和我早上来到保园路 完全不一样 早上来到好像死气沉沉 又有这些年轻人餐厅 里面坐满人在吃西餐 旁边这里还在买什么 门口 在买什么 红着红着红着的 但是没理由 这些是卖酒鬼东西的 水果 原来是卖水果 还有那些金 3元 3元 芒果 你说的是芒果 还是买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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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斤 旁边是芒果 其实是喜欢吃芒果的 是的 但是不要买那么多 上星期日日我都吃芒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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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知道 晚上看不到 山散湖 还有这种集 馮圆路72号 就是它 万国之园 万国之园 这四个字 在国内的年轻人社交媒体上 并不是贬义 反而是一个赞扬到非常高的评价 再来 对面就是国强 到了晚上也是这样的 他们的炒牛河 那些猪油用得很漂亮 我知道 可惜我未有机会试过 这个又是常常带着想试 想试那间 这个有机会要试一下 其实 为什么不试 整天都是很多人 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这里太多食物 又有道理 再来 继续往前走 就有大扫锅仔 就是回到大概 河南 江南大道南附近 有一间宵夜店 之前都吃过 这里是另外一间分店 很多分店 大扫锅仔 西关多美省 早午晚也是这样 早上回来喝茶 喝完茶去买菜 在家坐坐 打起锅仔 然后又去再吃晚饭 和朋友 好玩 趁着现在天气未热 快点回来玩 邀请各位观众 下集见 我们要回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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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